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他长得有点像华人 可是他好像都是像英文歌 有可能啊 华人也可以唱英文歌 你看说不定他姓杨呢 有可能 杨塔塔 对 后来我发现 塔塔这个英文在英国 以前他们这个字 塔塔的意思是叫再见的意思 真的 像那个卡通 就是 有一个卡通他每次都会说 塔塔塔就是拜拜的意思 对 其实桑通千年曾经在英国留学 对 在英国留学 我是学服装设计 再更早是在 广州在内地读书 在内地读书 所以 可是你又不是中国大陆出生的 不是 我是九岁的时候才过去 因为家里的人都在那边做生意 对 就小孩子就跟着过去 刚好又有台湾的经验 又有大陆的经验 又还有国外的经验 就从小都跑很多地方 适应吗 适应我其实我 我个人觉得我是还蛮容易适应的人 连那种时差我都很快就可以调过来 对 就是 嗯 吃的我也都很随和 嗯 就吃一些 都OK 只要不要 什么炸鱼啊 炸薯条都OK就对了 嗯 都OK啊 就还蛮容易满足的人啦 是 其实我只要一碗饭跟荷包蛋 其实我也够 可是 那在英国应该没有办法吧 那没办法 在英国念书应该没有荷包蛋跟饭 不过我其实在英国的时候 就开始学会做菜 因为我觉得在英国东西都太贵了 是是是 就很不舍的时候 我顶多一个礼拜会去一次外面吃东西 平常都是在家自己煮 听说那个时候要去英国留学的时候 是国中毕业嘛 嗯 国中毕业 好像好开心哦 就是 通常一般人会觉得小留学生出国 是有点紧张 有点害怕 其实 其实因为我从小都是习惯住宿 因为爸爸妈妈很忙 所以我都是 你说就算在广州你是住学校的 对 在广州的时候我就是 小时候就开始都是住宿 哇哦 而且是那种住 一个月才会回家一个礼拜 就是 你爸妈这么不理你 没有啦 因为他们真的很忙 所以 给老师照顾会更好 对 给老师 因为老师可以盯我的功课 可是你的心里不会觉得 别的小朋友都可以 嗯 嗯 说实话 我觉得还好 因为其实 从台湾 直接到 内地去读书 其实有一个落差 因为繁体字简体字 对 拼音也都不一样 所以 爸爸妈妈会很放心 把我交给老师 是因为我这样的功课 才不会退步 哦 对 那 自己刚开始 会有点难过 因为不能跟家里人住在一起 后来慢慢适应了 那 在 之后 送我到英国 其实我也没有太大担心 我想说从小都已经是 都是一个人 习惯一个人 那去了英国 刚开始 我想说 哇 终于摆脱了家里人那种 严格管教的方式 去那边可以自由了 对 对 不过到飞机上就是 是 狂哭 还是哭了 可是在英国待了五年嘛 待了五年 五年当中有没有做过 什么疯狂的事情 五年喔 其实 就是摆脱了父母的束缚之后 有做什么 我以为我可以很疯狂的到英国去 我在出国之前 我跑去染头发 染成橘色 就是有偏红的那种橘 不是说很橘 没有像orange那样子 那有点恐怖 就是想说 外国人应该很开放 他们头发都金色的啊 因为我刚屁美 对 我也要去染一下头发 因为学校 在内地的学校是不可以的 是 染了头发也过去之后 没想到 我校长第一天 当场 就马上说 你是华人 你的眉毛也是黑色的 所以你必须染回黑色的头发 他还管你哦 对 会管 那这样没有 很没有自由啊 对 也很没有自由 你有没有觉得很难过 因为又花了钱 然后又本来是 你自己也觉得漂亮了嘛 就竟然被 又被逼改回来 就当校觉得 嗯 不是来到外国了吗 怎么还是一样 那么严苛的 是 教育这样子 所以你们学校为什么 是要对每个学生都管很多吗 还是 管很多 我们那时候呢 呃 头发不许 不可以染 也不可以取英文名字 对 你说外国人不能取英文名字 因为我们是华人 要用回你们自己原本的名字 那你的英文怎么念 就 汤汤草 我本名 本名 曹啊 对 我本名姓曹 哎呦 曹汤汤啊 曹汤汤 我本名 唐是哪个唐 呃 海唐的唐 很好听啊 谢谢 曹汤汤嘛 对 就唐朝栗子的意思 是唐朝 唐朝栗子 对 然后有人说 欸你是唐朝人吗 因为把姓放到那边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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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说什么 我就说 拜托 那是 一缺年以前的事情 对 没有啦 就不能取英文名字 唐朝 唐朝 可是有其他的华人吗 嗯 有吗 有 嗯 台湾人只有一个 然后其他是香港人跟 是 日本人 哦 日本人也要 也要 讲日文啊 就名字 就名字 也要 他很保 他很传统耶 从某个角度讲 对 希望你不要故意 学他们 嗯是的 然后 然后 那在学校都不用讲英文是不是 一定要讲英文 不准讲 就是遇到 呃 我们同一样讲国语 也不能讲 不能讲 不能讲国语 讲 呃被发现了 会被骂得很长 所以你英文就练得很好了 刚开始其实很烂 烂到你会觉得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害怕 心理上的害怕 其实很像 How are you 啊这样子很简单的 人家问你 你好像听不懂的感觉 我觉得嗯 学校不是都学过 可是你那种紧张跟害怕 又是陌生的环境 你就会觉得好像都听不懂 所以刚开始我去那边 呃 当了两个月的哑巴 嗯 然后同学其实他们都很帮我 因为我们 呃 吃饭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 呃 May I have sausage 或者是mushroom 他才会给你这样东西给你吃 如果你叫不出这个名字 你不能只用手指就要 不可以 嗯 也不能只说单字mushroom 也不行 呃 刚开始他们会原谅你可以 但是 接下来要这样 完整的巨型 对 然后还要加please 对 不然的话他们不让你吃 所以你们是走那个 非常 很严格 就是比较gentleman lady的路线 对 英国 就是一定要 那学校是不是会有一些正式的 譬如说穿一些服装 尤其你们因为服装设计 会不会有些类似什么晚会啊 舞会啊 会需要你们 会需要你们 呃 高中 就没有到要 就是 要怎么打扮就对 都是穿校服 哦 不过我很讶异我的校服居然是那种很OL的 穿西装 啊 跟窄的黑色裙子 穿高跟鞋 呃 要穿稍微高一点点的皮鞋 对 我就觉得 嗯 不是学校吗 怎么没有那种 像台湾那种 青春活泼的感觉 嗯 但是那是他们的文化吧 是是是 所以现在还是会做衣服吗 现在很少 不过我会在我自己的Facebook上面画一些漫画 卡通 哦 偶尔还是会设计一些包包 对 就是我会想要把我自己的漫画 放在包包上面 你说就是印在上面 对 就是会有我自己的代表作 那这次的这个EP 两个伤冬箭 里面没有放你的漫画 有 歌词本里面有我自己的漫画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嗯 叉叉的漫画是长什么样子了 就其实我都是在画自己啦 所以你只会画 对我只会画自己 这种漫画家 没有有 有时候画四个漫画的时候 也是要画别人 然后我就会想说 哦就这个啊 这就是你哦 对这是我自己 是穿泳衣吗 没有啦 而且是保守时事的那种 美国复古泳衣 其实当下呢 我是看着歌词 去想像我这件衣服 这就是你当初的头发对不对 对 橘红色的 嗯 嗯 然后在宿舍就像这样子哦 宿舍哦 嗯 会更少 哈哈哈 那你们是几个一间 宿舍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校长对我超好的 那你一个人一间 人家都是四个五个六个一间 我是两个人一间 我跟一个日本人一间 对 然后嗯 校长有刻意不要让我跟 呃就是 会讲国语的同学住在一起 所以你学会日文了 嗯 还是没有 哈哈哈 你们就讲英文 讲英文 一定要讲英文 不然会被罚钱 所以你会唱英文歌吗 不太会耶 我就只会听 你那时候没有学 没有 我就是 因为我觉得 你有喜欢唱歌 怎么会那时候没有学唱英文歌 我爱听英文歌 可是我觉得 没有那种从小在英国长大 毕竟那个口音还是没有那么的正 嗯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敢唱英文 我会被英国人笑 了解 对 嗯 下一代我们就要来听听张东倩的新歌了 不单了放弃思求 不够了放我自由 时间可以遇到伤口 只是需要等候让你 变成一场梦 成龙在访问的是新人 商东倩 Tata 哈啰 我是龙哥 是 我在前面第一段说 你有一点坎坷 但是又很幸运 嗯 是的 要不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这不是你的第一个音乐作品 嗯 坎坷呢其实是因为 我从小就很爱唱歌 是 又很想拍戏 因为我以前的偶像是 林心如 然后看了还珠格格 就很想去北京演艺学院学拍戏 对 不过家里人就是 一直反对 马上就把我送到英国去学服装设计了 那坎坷是因为我每一年呢 都会吵着说 拜托让我回台湾试试看 然后等到他们终于 为什么说要回台湾试试看 为什么不直接 譬如在内地也可以试 我觉得 台湾是一个流星音乐 最快的地方 是是是 而且又是我的故乡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回台湾试试看 那等到他们终于打印了 是我20岁的时候 那20岁回来 其实因为没有认识唱片圈子的人 所以呢就是自己慢慢摸索 就觉得说 我要当歌星的话 我要学跳舞啊 要学一些才艺啊 唱歌啊什么的 就开始去找一些老师 所以这样子一直磨磨磨磨磨 竟然让我磨了三年 23岁了 才发 就是去年 2009年发现我的第一张首张专辑 这一张专辑叫做 好起来 好起来 对 这一张呢 可是我相信 可能知道的人不是太多 对 是因为 呃 其实刚开始我觉得 呃 我的前进行公司 很用力的栽培我 因为我第一张 就可以出专辑 我觉得已经比很多人都幸运 所以现在这个年代比较少 然后里面是十首歌 然后又请了大师级的像 呃 陈小霞老师 是是是 姚龙乐老师 帮我作曲作词 所以我都觉得 很幸运 对 公司真的很用力的栽培我 可是呢 没想到就是 呃 忙碌的做完这一张专辑之后 忙碌还是盲目 忙碌 就是每天都很充实 就做完了 对 然后把它做完很用心 大家都很努力的把这张做完 可是没想到 然后做完之后 我竟然一个通告都没有 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当下 其实我也不是了解 我只是 我不太了解的是 我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是新人 啊通告不好瞧 然后 呃 就一直在家里等待等待 没想到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过去了 而且跟我 同时期发 呃 就是发专辑的新人 就是 有谁 像黄雨迅啊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 空 就是 时间太多了 因为都没有通告 你都一直注意别有什么通告 每天都在家 对对对 一直转电视 看有没有我的广告啊 我的歌啊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新人啊 所以我都会看到这些 不会说像现在很忙碌都 没办法转电视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点 就是难过 开始难过 你不会去问经纪人吗 有 我开始问了 我说 为什么跟我同期的人 都开始上电视了 为什么我一个通告都没有 那他们就说 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 而且新人也不好敲 那我想说 嗯 或许真的是新人 然后开始也会在犹豫 就是怀疑 会不会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经纪人不让我上通告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 非常的难过在家里三个月 就是难过到 开始睡不着觉 开始有那种 就是失眠的东西 因为以前我从来不会觉得失眠 然后那个压力也来了 因为 不敢接电话 家里人打来 朋友打来 其实有通告 可是你没有接到 不是 你没有接到电话 因为你关机 我会接经纪人的电话 可是朋友家里人都不敢接 因为他们会问说 你怎么了 不是家骗了 对啊 怎么一个通告都没有 都没有看到电视 对啊 然后我就 我觉得 我这个我不敢去回答他们 是是是 那个难过的心情 只要一问到我 我还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要掉眼泪了 那可是 怎么会这么快的 你看 经历前面的一些 可能也有不愉快 也有纠纷 或怎么样 为什么可以在短短的 今年的 五月份 我们又突然又看 商东倩 再战歌坛呢 对 因为 新的东家 我的新的经纪公司 他们 看到我 就是前一张的作品 他们都还蛮喜欢的 那很快的呢 公司就帮我发现了 第二张新作品 一批两个商东倩 就两首歌 对 先拿两首歌来 两首歌 试试反应就对了 对对对 对 所以你觉得这次两首歌 跟上次的十首歌 差别在哪里 差别哦 其实 抒情歌 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爱唱抒情歌的我 因为也才 也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对 还不需要转型 嗯 就是 大概 五六个月吧 是啊是啊是啊 很快又可以发一张新的作品 对 那这一次呢 是里面只有两首歌 是因为 呃 我有跟公司讲说 其实我的性格 因为大家看到我都是 还蛮文静的 真的吗 就是 你今天感觉还蛮明朗耶 没有啦 我私底下其实 很文静 比较文静一些 嗯 非常 嗯 就不太爱 说话啦 真的吗 除非有人主动跟我说话 我就会很多话跟他讲 但是嗯 如果没有人 没有要主动讲话 我就是 所以你不会主动去破冰这样子 对 你不会 在一个聚会 你也不会跟别人 不太会 反正人多的时候 我更不爱讲话 我喜欢去听别人的声音 了解 去观察每一个人 呃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性格 为什么 长这样子的人 他会讲这样子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去 看别人 嗯 对 可是你看完之后 你心里会有很多的 反应吗 譬如说会有喜欢不喜欢 或怎么样 会有很多的意见 你涌出来吗 会会会 我就会觉得说 欸 为什么这个人 他会这么的活泼 然后他就会长这个样子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是有关联的 那有的东西 对 就是 你说 他的活泼跟他的脸有关 对 就是 长什么样子 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格 然后 你在 你在跟我们讲面相学 有点 那你呢 我问你 那你呢 我 塔塔你算是长这样子 会有什么性格 我自己个人 呃 其实 嗯 很多人看到我的样子的时候 会觉得 不爱笑 就不笑的时候 对 会很羞 来试试看 但是呢 呃 认识了我又会是很 我不很像很不一样 就会变成是 我为什么会有两个伤东线 就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 人 应该是说人不可貌相 不要只是看到我的样子 就觉得我酷酷的很凶那样子 这跟你刚才讲的刚好颠倒啊 就是 你前面又说人可以貌相 但是我觉得就是 哈哈 对啦 这有点冲突啦 可是因为 因为我的样子看起来太文静了 但是我有文静的一面 也有活泼的一面 所以 其实还是同等的道理 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在正式场合的时候 呃 该活泼的时候要活泼 该文静的时候 我还是文静 对 你知道吗 我们刚才其实有讨论到 然后这个 Tata也还蛮 蛮诚实 就是说 其实这次的这个设计里面 有的人会 乍看会两个伤东西 对 两个伤东西 然后伤东西 念的如果国语不标准 然后又变成有点 伤东西 然后据说还有人看成是什么 伤东剑 伤东剑 没有啦 是声音听起来像伤东剑 伤东剑 听起来好像隐心 伤东剑的感觉 对 就是有点骄傲 可以跟隐心搭在一起 那是男生呢 嗯 但是还是 就是前辈啊 隐心可以拉一条线 是是是是 那么红 好 那我们先来听你唱歌好不好 嗯 好 你要先唱哪一首 呃 抒情歌好了 好啦 现在开开嗓好了 嗯 不单了放弃自求 不哭了放你自由 泪用微笑隐瞒很痛爱的 衷动很弱 宁愿一个人过 不等了放弃自求 不哭了放我自由 时间可以愈合伤口 只是需要等候 让你变成一场梦 谢谢 谢谢 这是慢歌嘛 不等了 对 慢歌 比较轻快的歌叫做 爱的语柱子 语柱子 可以唱吗 可以啊 可是我觉得 因为没有打音乐 感觉有点枯燥 嗯 还是说 我可以来一点 呃 舞蹈动作 可以啊 可以啊 诶好我们先唱完一首慢的 你等会再来舞蹈好了 嗯 好 我们再唱首慢的 好 上一张专辑的可以唱吗 上一张专辑可以啊 好 嗯 你想唱哪一首 唱 演完的电影好了 演完的电影 等明天 我要送自己一个营养片 很愿与林划过雪地 逛别的世界 等明天 我会很潇洒 不犹豫不决 微笑就爱流泪就再见 谢谢 接下来商东青要带来的是什么快歌呢 爱的语柱子 想跟你一起几里挂啦 看电影哭得稀里哗啦 下了雨天空霹雳啪啦 想着你心跳滴滴答答 谢谢 现在终于又推出两首歌的EP嘛 对 对 人生是不是又从黑白变彩色了 是的 就是从我那种忧郁的情绪跳出来 就有比较活泼开朗一点 那家人这时候说什么 家人都很开心耶 而且 妈妈特别的关心我 每天一定要打电话过来问我的行程 是 所以今天要做些什么工作就对了 对对对对 然后有报纸啊什么一定要跟她说 嗯 可是其实东建已经有小小的副业在酝酿了 是的 因为你有 你很会设计嘛 嗯 可是现在不是设计服装 在设计包包 包包 所以真的已经有做出来的吗 有 就是 是你缝制吗 没有啦 还没有 我也希望我有 这个时间可以亲自缝制那个包包 嗯 就是 可以展现给我的粉丝们看到 所以你现在是画图 现在是画图 然后交给工厂去做 去做 对 是皮的还是布的 都有 皮的布的都有 那其实我的特色呢是 我会把我自己的漫画放在我的包包上面 登登 嗯 这个是 在上一张专辑里面 对 有一个 这是贴纸吗 贴纸对 这个这一张 这个画的就跟 刚才那个女的不太一样 这是可爱 这比较Q版的 对 就是跟我第一张的造型比较像 就有点香菇头 了解了解 嗯 那现在是什么头 现在 呃 长长的香菇 现在也有点香菇啊 对 比较长一点的香菇 嗯哼 谢谢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设计 这个比较小的 可以放一些文具啊 这样子 对 嗯 可以看一下 欣赏一下 是现在已经有在外面卖吗 有 在 东区 有放在朋友的店里面 自己卖 结果反应怎么样 反应 刚开始我才放了几天 这是谁的东西 哦 里面这个 可以介绍了 这个也是 这也是 项链跟手链 这个 这里面还有花 它里面有这个花 我觉得不要太单调 对 会有一些花藤在里面 OK 这个啊 是项链 它是全皮的 它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呢 因为我觉得脖子这边太空了 我个人会很喜欢 我个人会很喜欢 把一条 皮的项链 带在脖子上 做装饰 那它也可以卷在手上当项链 这样子 就很简单 很可爱耶 嗯 那这一条呢就是 可是它可以细在腰上吗 不能 还没那么长 可是我自己有想过 因为 嗯 所以也可以在卷在手上就对了 对 因为我个人穿衣服 还蛮花俏的 所以我的饰品呢 要简单一点 要简单 简单一点 对 不然会太多东西 然后这个手链 上面还有的logo 是塔塔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起卖的啊 是装在这包里一起卖 还是分开的 这个是之前 在电台上有做活动 是一起送出去的 是 对 但是在朋友的店里面的话是丹麦 所以这个娃娃叫塔塔 塔塔 嗯 因为是本人啊 就以我自己的样子去画的 所以你一直永远要保持香菇头吗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短头发啊 因为小时候从小 妈妈不准我剪头发 她说女孩子就要留长头发 所以我从小的头发是超过屁股 非常的长 到什么时候 才剪掉了 一直到 英国回来台湾的时候 所以你在英国都是以长发 长发 对 这样不是很明显 呃 就是在老外人群中算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 外国人会说 头发怎么又黑又直 又重 对 嗯 嗯 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是 因为我觉得 所以那时候举法是整个这样 这么长的举法 是 有点恐怖 我觉得有点恐怖 因为如果是短把的局 我觉得很OK啊 就 可是你常常讲是长到屁股 又一个东方人 没有啦 因为我是一个蛮大胆去尝试颜色的东西 连我的衣服我也是这样子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不怕这样子会变得像圣诞树吗 圣诞树在这里对不起 圣诞树 这里就有红配绿这样 对红配绿 我就是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不敢把红色跟绿色 配在红配绿会怎样 就狗臭屁啊 对啊 虽然不太好听 可是我觉得红色配绿色其实 还蛮好看的 只要你搭得对 在时尚圈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 你就给我穿红配绿来 可以下次可以试试看 你真的敢穿 我真的敢穿 我经常这样穿 然后人家都会说 我说很好看啊 就是我不会去在意 我有一点就是我一定要 坚持我自己的 就是我的服装 我的时尚 我会很坚持自己的颜色 是 别人跟我说这样子 怪怪的 那我就说 我觉得好看啊 我觉得没关系 可是这样走在路上很丢脸 我说有什么好丢脸的 对啊 我就很坚持自己这一点 可是如果你要做自己的品牌 你的东西就必须要一般人也喜欢 就不能只是说 我自我感觉很难好 对不对 那必须要每个顾客来都觉得 诶 我要红配绿 我要红配绿 我会想办法去帮我的客人洗脑 OK 没有啦开玩笑的 就是 还是要设计一些 可以让客人接受的东西 但是还是会设计一些自己喜欢的 就是夸张的创意出来 我了解 如果有跟我同兴趣的人 就会买了 是 这符合牡羊座 对 积极向上的精神 对 今天很高兴访问我们的新人 张东倩 塔塔 谢谢洛龙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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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